那张小片 这个 这个在后面一直在那里叫 都被大姐姐挡住了 追不到 婆婆衣服都被你扯坏了 来一点点心 开始来炒菜了 那个 试一下这个青椒 辣到发抖 那个婆婆都是没事炒四做 挺辣的 现在我这一拿的 就感觉这个喉咙有点辣辣的 那个辣椒的味道很浓 刚买的这两个 买回来炒这个洋葱 我们觉得洋葱炒这个青椒好吃 也可以加一个番茄的 然后这个土豆新土豆来炒 双菜 再来煮一个鱼 小孩子弟弟有的吃 还有这一个 这个是非常大的鱿鱼 这个拿来炒了 今天拿来爆炒 煮一个青汤 这个王子汤 这个手等一下很辣的 有时候买的就不辣 今天这个还真的是辣 上次好像有朋友说厚的才辣 今天我又觉得很辣 伯伯说上次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厚的辣 薄的不辣 所以才试了一下 这个很薄嘛 挺辣的 这个应该没辣 这要来炒鲜鱼的 先把蒜泥炒香 这鱼好大个 我们是分成两次的 这个是最后一次 这个鱼鱼豉是这么大条啊 这个鱼鱼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很脆 本桿鱼鱼啊 一点点青椒 这个青椒挺辣的 不能多 最后来点香菜 出锅了 这个比较厚啊 它的肉非常厚 所以炒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我们这边 过年就最喜欢买这个鲜鱼鱼 回来搭配炒菜 炒荷兰 倒西兰 花 直接爆炒啊 或者有一些直接拿来蒸 都可以 白灼 这个鲜鱼鱼豉 这个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这么粗 这么大 口感真的很脆 这个更加脆 哇 好脆啊 加点盐就可以了 最近我们都是煮这些王子汤 加一些青菜啊 或者瓜子菜 不敢煲汤 因为这个过年了 煲一些浓汤 肯定是吃不下的 香菜一点点 好了 洋葱 一点番茄 番茄 没没说油也好吃 你先出去外面 好了 出锅了 这个应该很辣的 全部给婆婆下了这个青椒 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炒的 我们都不放肉 这样炒很下放的 就把这个汤汁也淋在放里面 放放很香 知道我们在里面就饭 老师想进来 所以就放他进来一下 肚子都不饿了 早上吃了一碗粥 还吃了一小块馒头 进来里面学及婆婆做菜了 以后才会炒菜给婆婆吃 他看的好认真啊 一直盯着这个锅里面呢 老师想吃一点鱼 一日汤汤都是离不开鱼的 这个弟弟 看他又吃了 又吃完了 很快又吃完了 不能吃了 等一下吃 现在老师要让婆婆给他拿鱼吃了 哎呀 走路走 哎呀 你的鱼鱼料啊你 挖挖挖挖挖 这一块好大块了 一大口 嗯 一进来这一条鱼就给他吃了一大块了 这个土豆很香啊 加一点蚝油 四个菜一个汤 我们都是中午比较分分 往上都比较简单一点的 你要不要你 那么多地理数 就要你 大口 你为什么要不要 我的体能